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树林它是这种树的木材树干枝条还有花朵全部都是红色的 然后它的植物体内含有大量的单磷可以提炼染料 然后在空气中氧化它就会变成红色的所以称为红树林 它一般是生长在雅勒带及勒带的潮天带 原来如此啊 那红树林对环境的保护功能有哪些呢 红树林它可以拦截泥沙扩大摊地 也可以保护海湾不受飓风大浪的直接袭击 更具有护岸的功能 那早期的人呢 它种植红树林是来保护提案的 而落叶呢 它可以提供鱼类的食物来源 是免费的哦 可以说是呢 兼具环境保护及经济的功能 同时红树林呢 可以提供许多的生物庇护的场所 也可以过滤呢 有毒物质集体营养的土壳 红树林 鞋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